厅堂内的数名温家门生 齐齐便把剑 于夫人仰手一挥 紫殿飞出一圈炫目紫光 诸名门生各个原地瘫倒 金珠银珠飞速地将他们的配剑尽数角了 于夫人仪态优雅地走到王灵娇身边 居高临下俯视她 突然弯腰 伸手揪住王灵娇的头发 提起来又是一记暴怒的耳光 剑壁感耳 她早已忍耐多时 此刻面目猙獰 近在咫尺 王灵娇吓得肿着半张脸尖叫起来 于夫人毫不客气地又是一记耳光 把她刺耳的尖叫打得戛然而止 喝倒 打狗也要看主人 你冲进我的家门里 当着我的面 要惩治我儿子 什么东西 也敢这样撒野 王灵娇双手发抖地捂着自己的脸 泪流满面地道 你 你敢做这种事 齐山温氏和尹川王氏都不会放过你的 于夫人把手帕扔到地上 一脚踢翻了她 骂道 闭嘴 你这剑壁 我眉山渝氏百年世家纵横仙道 从来没听过什么尹川王氏 这是哪个阴沟嘎拉里钻出来的一个下贱家族 一家子都是你这种东西吗 在我面前提尊碑 我就教教你何为尊碑 我为尊 你为碑 江宗主 你云梦江氏是要造反吗 王灵娇冲着一旁的九江风眠吼道 江风眠不说话 态度很明显 金珠提着长剑走近 王灵娇满眼恐惧 蹬着腿不断退缩 退着退着 像是想到了什么 把眼一睁 突然从怀里摸出一只烟花筒 在手里摇了两下 一道火光从筒中冲出 带着锐利至极的奸笑 冲破了木窗 在屋外的天空炸开 她放声尖声道 来人啊 救命啊 救我啊 于夫人目光一灵 厅堂内的所有人都心道 这女人带的人 不止这十几个 还有人 于夫人一脚踩住她那只手腕 抽出佩剑 正在剑锋即将展落之时 忽然当的一声 被弹了开去 厅堂大门已轰然向两旁飞出 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 破门而入 周身黑衣 面容阴沉 正是温潮那名修为了得的贴身户 温竹刘 佩剑脱手 于夫人将紫垫横在胸前 道 画单手 温竹刘冷然道 紫蜘蛛 王灵交一只手还被她牢牢踩着 痛得脸都扭曲了 连连叫道 温竹刘 温竹刘 你还不救我 快救我 于夫人哼道 温竹刘 画单手 你本名不是叫赵竹刘吗 分明不是姓温 却挤破了头 也要给自己改姓 一个两个 都这么屈之若鹜 温狗这个姓就这么金贵 被宗忘祖 可笑 温竹刘不为所动 莫然道 各为其主 他奉温若寒之命 保护温潮 原本就对温潮品性颇为不喜 谁知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温潮又把他指派来保护王灵娇 此女搅柔造作 浮夸愚蠢 更是心肠歹毒 惹得他极为不快 但纵使不快 却又不能违抗温若寒 温潮的命令 将他捏死 好在王灵娇也很是厌恶他 命令他 只许远远跟随 不叫他出来 就不要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正好眼不见心不凡 可眼下这个女人这条命就快丢了 若是袖手旁观 温潮必定要大发雷霆 不依不饶 而他若不依不饶 温若寒也不会善罢甘休 温竹刘道 得罪了 子殿游出 于夫人贺道 惺惺作态 温竹刘大手一扬 竟然毫不在意地抓住了子殿 子殿化为边形时 有灵流附着 灵流威力可大可小 可致命可疑情 全由主人操控 于夫人早已动了杀心 要把这群温狗杀得一个不留 再加上很是忌惮温竹流 因此 灵流一上来就是十二分的凶猛 却被毫不费力地抓住了 子殿纵横数年 从未遇到过此种对手 被抓住之后 于夫人竟有了一刹那的凝制 王灵娇趁机连滚带爬逃了出来 手忙脚乱地从怀中掏出第二只 第三只烟花筒 蓬头散发 口里胡乱道 来 来 都给我过来 都给我过来 江城劈手一击 击向王灵娇 起之正在此时 温竹刘刚好抢身逼近于夫人 似乎就要一掌得手了 江城忙叫道 阿娘 他立即气了王灵娇 扑了过去 温竹留头也不回 一掌拍出 道 差得远了 江峰眠提着剑 闪身将江城推到一旁 江峰眠被这一掌击中尖头 当即口吐鲜血 同时 王灵娇也把信号烟花都放了出去 灰蓝色的夜空中 一片璀璨和锐笑 见江峰眠受伤 于夫人怒吼出声 紫电的灵光大盛 煞石亮的炫目发白 温竹刘被突然爆发的紫电 炸得飞起 撞到了墙上 江城连忙上前扶起江峰眠 江峰眠拍了拍他的手 事已没事 江城捡起地上的剑冲温竹刘刺去 温竹刘闪身躲开 紫电随之而来 三人一招接一招地 打向温竹刘 江城被一脚踹开 量呛几下 后退几步 看到缩在角落里的王灵娇 怒火中烧 一剑刺向他 啊 王灵娇应声倒下 江城脸色扭曲地 看着倒在血泊里的王灵娇 心里一阵快感 温竹刘见王灵娇死了 手里换出灵力 拍向江城 阿城 江峰眠连忙飞身挡在他身后 一掌拍下 江峰眠口吐鲜血 抱着江城滚了几圈 阿爹 封眠 于紫渊大怒 紫电感受到他的愤怒 紫光大闪击向温竹刘 温竹刘早有防备 抓住紫电 再次一掌 打向于紫渊 扑 阿娘 静室外的院子 蓝忘机正拿着一把木剑 一朝一世地挥动着 朝朝凌厉 见风游走 魏无羡蹲在一旁 拖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看了一会 拿起手边的木剑 转眼之间 就来到蓝忘机身后 魏无羡嘴角微微一勾 笑道 蓝湛 看招 蓝忘机早就察觉到他的存在 假装不知道罢了 听到魏无羡喊他 目光柔和 转身躲开他的剑 两人对视一眼 魏无羡笑意更深 再次朝他刺去 两人就这样一来一往地打架 落叶归根 阳光正好 魏无羡挡下蓝忘机一招 笑嘻嘻地看着他 蓝湛 咱们要不要认真的再来比一次 好 听到蓝忘机应下 魏无羡眸眸光一转 见风直下 指向蓝忘机 蓝忘机微微转身 左手一把擒住 魏无羡的一只手 用力拉向自己 魏无羡眸眉眼一挑 刚想反攻 结果门院传来一声叫喊 二公子 三公子 嗯 啊 魏无羡下意识地转头 忘记正和蓝忘机比试 整个人摔进他怀里 脸有点疼 蓝忘机淡淡地撇了门声 门声吓得低下头 看着地面不敢说话 魏英 疼吗 蓝忘机微微推开怀里的人 伸手想要替他揉一揉 魏无羡微微躲开 不自在地咳了两声 退出蓝忘机的怀抱 那个 我没事 蓝忘机看他这个样子 眼眸微暗 藏在袖中的手指微微全紧 冷声道 何事 门声抖了一下 哆哆嗦嗦地应道 江 江是出事了 先生画二公子和三公子过去 蓝忘机心里一震 江是 那就是江家灭门 可怎么会 时间提前了 蓝忘机和魏无羡 两人来到雅市 蓝启人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们 蓝西辰也是一脸的凝重 魏无羡轻声问道 叔父 江家出什么事了 云梦江是是四大家族之一 怎么会说出事就出事呢 听说温竹刘和王灵娇 带人打上江是 虽然江燕里带着梅山于世的人鼎力相救 但是家主江丰眠和夫人被化取金丹 江城重伤昏迷 王灵娇倒是死了 温竹刘逃回温室 蓝忘机垂下眼眸 不仅时间提前了 而且连灭门也不一样了 前世江家仅剩三姐弟 如今居然是人都在金丹被化 是因为自己的重生 还是魏无羡听完沉默了 昔日同窗多日 如今遭此劫难 也是可怜了 云梦江市的惨案 让玄门百家担惊受怕 生怕自己家族也会遭此劫难 一时之间修真界风起云涌 即将是之后 随后几个小宗门也一样被温室打上门 最终引起百家众怒 玄政十七年 摄日之争拉开帷幕 玄门百家以姑苏蓝室 清和涅室 兰陵金室 以及云梦江室为首的四大家族 与祁山温室点燃战火 硝烟四起 姑苏蓝室的二公子和三公子 带人偷袭教化司 夺回佩剑 主仗营 兰西辰三兄弟 涅明爵 等人聚集在一起 讨论着战事 魏无羡坐在一旁 默默听着 目光时不时地看向江城 江城脸色苍白 双眼微红 身上的戾气很重 魏无羡想了想 也对 江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中文字幕是温暖的 搜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